第2191集 足足十万魔兵潮水般合围而至 周围黑压压的全是魔器似乎要淹没一切 煞事间全场一片骚动 所有人都想逃跑 诸位不必惊慌 传我号令开启第二道护山大阵 轩月末也一声爆喝 当下第二道护山大阵直接开启 一缕碧绿色的光芒从广场中央炸起 迅速形成了一层护照屏障 将整个广场都笼罩进去 黑超班的魔兵撞在这个护山大阵上 顿时遭到了震荡被连连震退 而周围的宾客们在护山大阵的守护下 也是暂时安全了 杀进去 幽影鬼又仰天怒吼 却是发了凶性 挥刀猛砍大阵 带人疯狂冲杀 十万个魔兵便宛如十万头恶鬼 十万头猛兽 整个护山大阵都被冲撞得剧烈震荡 泛起了连一半的波纹 似乎随时都要碎裂 流氧神火箭 给我破 下一刻 幽影鬼又寄出一张符罩 符罩燃烧竟是化作一面宝剑 一丝丝璀璨的静光不断从宝剑里散发出来 凝聚成一道光柱如刀剑一般 疯狂地冲击着大阵护罩 这张符罩自然是叶辰赐给他的 蕴含着六阳神火箭的能量 甚至还有一丝龙眼神脉的气息 在如此猛烈的冲击下 再加上十万魔兵的不断撞击 整个护山大阵破碎在即 保护众人安全 阎天 你带玄天机下去 事事大会暂缓 天狼 你去看着夏若雪 小心出事 看来今天要我打开杀戒 先铲平明殿 咱们才能继续举办大会了 轩原墨爷看着这一幕 目光无比阴沉 迅速地吩咐下去 他幻音刚落 几个太上长老便带着一个个天道功强者 保护着周围的宾客 如果宾客出事惨遭杀死 这份罪孽 可要算到轩原墨爷的头上 很难洗刷干净 阎天龙神摇身一变 化作人形 走向广场中央 准备押走天机道人 而天狼则沿着地道 迅速前往天道功牢狱 沿房有人浑水摸鱼 救走夏若雪 他的手上却带着一张符罩 是轩原墨爷临时赐给他的星地剑符 足以应付一切突发意外 至暗神脉 开 就在这时 一阵阵恐怖的黑暗气息席卷天地 这股气息带着浓烈的九幽魔气 简直是要吞没一切 瞬息间 天上地下陷入绝对的黑暗之中 看不到一丝亮光 这是什么 永夜大摩天 不对 轩原墨爷看到黑暗降临 顿时感到不妙 他还以为是永夜大摩天 但周围并没有鸿蒙气息 原本就混乱的广场 随着永夜黑暗笼罩 顿时陷入更混乱的局面 众人骚动叫喊着 一片不安 更要命的是 在黑暗之中 十万魔兵冲破了湖山大阵 狂杀进来 呐喊大叫 挥动着鸿蒙古剑 不断砍伐着场内的天道工弟子 星地神光 照耀山河 给我破 轩原墨爷目光凌厉 一指神光点出 贯穿重重黑暗 如璀璨星辰照亮夜空 煞事之间 所有黑暗都被驱散 天地恢复了光明 但广场中央 天际道人不见了 不好 轩原墨爷脸色狂变 显然 刚刚有人趁着黑暗 将天际道人救走了 杀 有眼鬼又骑着金鸾天息 带着十万魔兵 在周围横冲直撞 见人救杀 当然 他们杀的都是天道工弟子 没有滥杀无辜的宾客 免得网造罪孽 这十万魔兵 每一个都带着鸿蒙古剑 剑气连成一片 简直是无敌 杀得天道工一众弟子 毫无还手之力 诸多天道工长老 连自保都困难 看到天际道人不见了 他也无暇顾及 公主大人 怎么办 阎天龙神慌了神 连忙问道 别慌 都是墨雪明的阴谋 咱们不要自乱阵脚 轩月墨爷哼了一声 在全场混乱的关头 他目光却非常冷静 抬头望向天空 天空之中 阳光无比璀璨 非常刺眼 然而在刺眼的阳光下 他却看到了三道身影 夜晨 夜灵天 天机道人 原来 刚刚夜晨开启至暗神脉 借着永夜的黑暗 迅速救走天机道人 并祭出六阳神火箭 释放出璀璨的静光 伪装成阳光的模样 试图遮掩身形 瞒天过海逃离现场 但轩月墨爷何许人也 想瞒过他 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夜晨 果然是你 你想跑 问过本座没有 给我回来 轩月墨爷仰天怒吓 浑身星地浩然气爆发 脚步一踏 冲天而起 狠狠地朝着夜晨杀去 他气急一动 和天地浮照的联络 顿时产生了波动 手中的天地浮照 光芒迅速地暗淡下去 他想再正道 恐怕是千难万难了 不过 天机道人都要被掳走 他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先把人抢回来再说 冲天的星地浩然气 简直是磅礴灰宏 无法无天 夜晨脸色顿变 他很清楚 自己和轩月墨爷的差距 眼前的轩月墨爷 不是分身 而是堂堂正正的真身 足足有着圣祖 圣祖境后期的实力 他现在面对圣祖境一层天 都不一定能完全击杀 更何况 圣祖境后期了 神国的武道 是怎么能孕育 轩月墨爷这种逆天存在的 不过夜晨隐隐察觉到 轩月墨爷身上突破气息浓厚 想必这段时间拥有着 无可匹敌的奇遇 圣祖境后期 那简直是无敌的存在 随手一指都能碾爆山河 更别说 轩月墨爷浑身星地大气环绕 威势之大 简直是要镇压诸天 轩月墨爷 不愧是神国第一高手 在此等高手的威压下 夜晨只感到自己非常渺小 恐怕一个照面就要被秒杀 没有丝毫存活的可能 除非是动用轮回悬碑 还有六道轮回法 才有一点点生机 他想战胜几乎没有可能 毕竟境界的差距实在太过巨大 在绝对的境界差距下 就算逆天的神通法宝 都很难弥补 莫大人 靠你了 夜晨暗暗传出神念 他可没有和轩月墨爷 战斗的打算 轩月墨爷 欺负小辈算什么本事 你的敌手是我墨血鸣 一道惊天的贺声响起 如红中大缕震荡酒消 就见一个红袍男子 带着滚滚血气 滚滚修罗威亚 宛如地府冥王 从天降临而下 随着红袍男子的降临 虚空之中居然炸起了道道血色闪电 有无数修罗恶魔在不断地吟唱着 他每一步踏出都有一朵朵的血色莲花 在绽放生命显出滔天的大气象 墨血鸣 是你 圈圆墨爷瞳孔一缩 简来 墨血鸣大手一挥 地面上的十万魔兵 那十万把鸿蒙古剑 骑刷刷得飞腾上天 环绕在他身躯周身 足足十万把鸿蒙飞剑 爆发出尖锐的剑气 迟迟作响 仿佛要宰割诸天 展露出无上霸道的锋芒 诸天神剑局 给我斩杀了 下一场 墨血鸣挥手遇剑 十万把飞剑轰隆隆作响 化作一道剑柱 不断地旋转绞杀 狂然朝着轩原墨爷斩剧 曾经的墨血鸣 也是和轩原墨爷 差距不大的强者 为了炼化修罗化血弓 自然修为跌落一层天 但靠着修罗化血弓的能量 他要操控十万把飞剑 一如反掌 行地耗燃气 给我镇压了 轩原墨爷目光震怒 大手一挥 诸天星辰灵气滚荡 化作一个恐怖的星辰大手印 狠狠朝着飞剑洪流 镇压下去 星辰大手印一出 天上地下 顿时充斥着浓烈的星光 无数星光飘荡 如流营飞花 璀璨到了极点 而蔚蓝的苍穹 也显出了黑夜星空的模样 有一条条的星河 一颗颗的星辰 在遥远的九天 和轩原墨爷气息呼应 形成独特的节奏 这一刻 轩原墨爷仿佛 主宰了诸天星空的伟丽 要一击碾墨雪明 他看出墨雪明的修为 不知为何 比以前跌落了一层 和他差了一个小境界 圣祖境这种存在 就是相差一个小境界 都是天壤之别 所以他有很大的信心 能一击碾碎墨雪明 庞大的星辰手印 和滔天的飞剑洪流 彻底碰撞 一把把鸿蒙飞剑 瞬间被星辰手印碾碎 化作血气飘散 而那星辰手印也遭到 剑气的切割 支离破碎很快溃散 这一下交锋 居然是势均力敌 不对 有古怪 鸿蒙飞 轩月墨也脸色微变 墨雪明的修为 明明比他差了一层 这一层的差距 绝对是天壤云泥 按照常理推断 他应该可以一击碾碎墨雪明 但现在 墨雪明甚至没有受伤 刚刚的碰撞交锋 两人旗鼓相当 显然 墨雪明另外有底牌 大大的挡住了 星地好燃气的镇压 轩月墨也却猜不透 这底牌是什么 而在两人的惊天碰撞下 地面上 有许多修为稍弱的人 都吐出鲜血 受了重伤 撤退 幽影鬼幼当机立断 马上带着十万魔兵撤退 天机道人已经被救走 他的任务 已经完成